追光者 这也是他们在最近的比赛 常规用车吧 然后QG还搬了一个反十一 意味着他们肯定要用追光者和猎魂搞点事情的 对 因为搬掉了一个 也可以用这些赛车去选择赛道 所以说给到赛车的压力更小 去单用 两辆赛车在这张赛道是连着用的话 后面肯定会拆开 来看一下起步 起步我现在这边直接撞过去了 是的 云海和宁清两个人处在一身一二位色 明明还是对云海有想法 这个位置 但是右弯 云清明明靠得更近一点 而且这边干扰到了云海 是的 云海路线不是特别好 调整回来 明明现在处在第一名的位置 其实明明她在之前表现十一成 就是非常极限的选手 现在云海夹在了QG的中间 现在又上到了第一 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劲道 还是没有一个太大的 这边云清有点失误 路线撞到右船一起弯道 千询已经过来 平均速度降下来之后 宁清这个侧身调整一下 千询还是跟在了宁清的身后 这里明明突然有点脱飘 再过来接一个CWW 和云海还是保证了 B&A的车距 对 RGM14W QG23三连洁净 看一下路线 前两辆都是F追光者 是的 进入到第二圈 双方还是比较稳的一个程序 并不会说在第一圈来一个极限的一个程序 可能看到已经慢慢的越来越贴近极限了 明明这边想通过一个更贴近内道的方式超车 明明还是可以在身后对云海进行卡位的 包括说如果说车头撞到他的车尾了嘛 就有机会脱飘 表示后面宁清和千询的距离 也很难进行一个互相的干扰和卡位 是的 千询这个位置想要追上宁清还是有点距离的 这里 从目前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这个比分是拉不开 这一个脱飘再次让云海拉开了一个车身位 但是明明依然锁死这个二三位次和宁清两个人 这个分数也不会拉得太大 远续的定道点 还是最后一个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最后云海1分59秒2先冲线 宁清 李献群还好这把是跟住了 现在真的就是双方的一个个人状态调整好的话 我觉得比赛很有可能就是只会相差两分 双方的一个差距不会太大 就有时候吧 我们比如说看飞车比赛 觉得他刺激的点 就在于他互相的卡位和干扰 碰撞 大家会觉得非常精彩 结果看这种比赛就觉得自己也不失误 然后两边又很难发生对抗 就觉得看似平淡 但是给出的成绩1分59很极限 是 云海在第一圈的时候其实起步没有占到优势 甚至说QG和RNGM都想在起步对对方做一个针对 但是其实这种风险性还蛮大的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双圈赛道当中尤其是11成 一个弯道就有可能葬送的要2分甚至说3分 你能看到尤其在第一圈比赛里面 在经过第一个U1的时候 那时候云海是有被干扰到 然后出现了一些路线的偏差 以及在第一圈 他会比第二圈相对求稳一点 对 我们看一下这把比赛20分 QG19分 只差1分 分数不会拉得太开 对 你看这就是昨天前天的那场比赛 QG对这RSG的时候 就是前几局大家都分数拉不开 一分一分 一把桃园剑阁 一把长城 真的看哭了 19比20 一分RNGM暂时领先 就是这个分数对于他们而言 谁先拿到2v2一个 这一分的话 这一分对于他们而言 可能就是奠定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2v2对于QG和RNGM而言 都是最关键的一分 看起步 千军有想法 但是并没有对抗到 而且几轮的调整 这里是被云海 两个人也被卡位了之后 卡到宁清 两个人想来一个调整 但是宁清并没有受到干扰 好在这一轮千军确实跟得很死 对 下一张燕鸣杀肚 这是QG非常喜欢选的赛道 对 是非常非常喜欢选 所以没见别的队伍有这么喜欢 对 白玉魅影王爵 云海还是选择了《猎魂者》 王爵在后面的一号公路 包括说星星火车站都可以去用 那云海直接用掉了《猎魂者》 原本以王爵的话 我看一下数据 他是我们本届S联赛上面 还使用几率前三的赛车 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局的起步 云海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针对 第一个弯道 过得并不是很特别的顺畅 宁清在前面领跑 千寻也上来了 现在领跑的是千寻 跟得还是比较死的 宁清刚有点拖了 应该是对抗中发现一个小失误 是的 对抗中应该是风飘 但起延续点 这几率还是比较 large 孟玉米刚这个弯有点贴 千导也调整 这个调整有点慢了 一个CW 下来 第二个单线细点 暴力入弯 好像云海的位置很近 好像云海的位置很近 带进来到了第二圈 进入到第二圈 云海和千轩两个人 跟得这么紧的话 下一个弯道这个右弯 很有可能会被卡到 对 千轩是让了云海一下 但这边明明主要是他跑太舒服了 后面三位选手的话 车身去都太近 是的 而且目前宁清也慢慢追上来 现在就是两个梯队 宁明现在非常舒服 而后面宁清只需要说 跟好有机会能超的话 就直接超 对 一分的分岔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只是第二圈比赛 看一下猎魂者和魅影王爵 在最后几个弯道的一个对抗 明明依然在前面领跑 先放弃 进阶 过来 当然应该机会不多了 最后一个弯道可以直接冲线了 没有失误 一分38秒56 恭喜明明 下来是LMGM的云海千轩 以及PG宁清 跟得还是非常似的 对 其实我感觉在最近这两周的比赛里面 敏敏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有时候甚至能够在宁清失误的情况下 帮助他去拿到一个第一名11分 很稳定 就是他就算落到了第四名 也不会说和你第一名的分数差得到两三分 对 就可能就你拿11分我拿个9分10分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就今天这场比赛对于第一个拿到总决赛门票队伍来说真的 你首先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下周不用打比赛了 然后其次的话选手心理压力就暂时可以搁置一下 对 就是直接备战总决赛 对 我还能边看你们跑 我还能总结一下战术 是 就像如果今天失败的一方的话就还得再去打败者组 对 一方面得面临能否取胜的一个压力 另一方面你得去准备败者组的比赛 败者组是一路胜上来的 对 胜者组的话掉到败者组还得再备战一阵 相对来说的话 如果啊 RGM选择赛道的话会去考虑一号公路吧 如果说海跑就以自己的三星赛道为主的话 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英伦古堡城市网吧 或者说北海小玉1分52秒5系的一个记录 双方还是赛车 来自神聚和时空之一 因为每一次重赛的话 包括选途选车都不会进行改变 也是为了确保这个赛程的公平和统一 北海渔场 其实从这张图刚出来的时候 QG尤其是明明 因为之前打表演赛嘛 然后就会很擅长 这张赛道 对 大起步 这局起步 明明和千询两个人 这一下千询来了一个千金警告 直接撞上了明明 这距离千询和云海 刚才千询应该是顶了云海的车子位一下 是的 现在20秒的时间 倪琪依然在前面领跑 身后跟的是千询和明明 云海现在到了第四名的位置 刚刚那个对抗其实是有点难受的 刚好在波青道点 就是宁海 宁海卡住了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千询依然跟在迹青的身后 明明也上来了 这里出发一次被动速度非常快 但是路线并不是特别好 这里一个侧身 接一个调整 这个侧身时间比较长 而且只出了一个单层 是的 对 但气节奏非常棒 明明先拿到第一名的位置 云海在第四 现在也慢慢跟上了这个梯队 再来千询选择走左侧 明明 云海以及宁清都走了火车的右侧 对 但千询先来到第二圈 再出发一次被动 但千询下来再接CWW 目前这个梯队已经开始慢慢分开来了 宁清这个位置相对来说离得点远 这一局比赛 宁清的一个个人失误可能会比较多 包括说千询的一个对抗性 在这场比赛已经展现出来了 宁明这个距离的话 宁清也是先拿11分 但是这个11分的优势 可能会被宁清这边拉回冰手 是的 云海再次 来到第二名的位置 宁明太稳了呀 这个位置是不好追的 对 但没有发生干扰的情况下 其实不会有很多难 这个位置几乎已经锁定了 对 这边跳板 1分54秒31先拿11分 千询也过来 但是宁清这里应该这把又是打一个评分 或者说只有一分的差距 有看到这两场的比赛的话 明明的一个状态真的非常好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更多地把注意力 关注放在了宁清的身上 是的 但这一下因为宁清 我觉得他可能最近状态也有点不太稳定 毕竟也是由于赛程的变化呀 以及越来越接近总决赛了 他的一个个人压力 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我觉得在场上对于他来说 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的 不过这场比赛确实 千金的一个起步 确实警告一下对面 不要想对云海动手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包括明明 明明在起步的话 就是也是受到了点影响 对 看一下起步 来了一个千金 对 这一下给明明撞懵了 但重点在于他 被撞之后还能出来 对 千金这边和云海有一个对抗 这里也是明明速度很快 这里直接抢了他的路 这里有一个小桌飘 再加上延续 也是没有做好 我们想追其实也有点难了 反亚 反向亚团利斯 火神吗 对 我就可以用火神了 火神 烈魂以及天鹏 因为刚刚已经进行了三局比赛 还有四张赛道 所以说你火神 他用的概率已经大家缩小了 在中间第四张的时候 把它用出来 看一下起步两个火神 都在最左侧 中间的比较难受 中间的是云海 来 千旬 现在这个位置 两辆火神在后方 领跑的是千旬 天鹏在这个反亚的话 其实后半段会比较舒服一些 对 明明这边好像有点贴墙了 这也像路线的问题 两个连续的部位 现在R&GM是双日领跑 而且在前面领跑的是千旬 所以云海他的一个后追速度来说 他的个人稳定性肯定是能够往上追的 甚至说可能这个车距 让R&GM在这个赛道上面可以拿一个不错的部分 对 看这个进到点 能够顺利通过 还可以 算是后面也是顺利通过 但是就因为刚刚那个复位点人 其实对QG来说太难受了 太伤了 这一个复位真的 这一个想是弹射但是脱飘了 好在QG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 失误之后还是能够紧追R&GM的身后 目前R&GM的少人领跑 本身有比分领先的优势 对于QG来说 这一局分数不能拉开 继续做一个调整 明明也上来了 我们看到明明已经要追上云海了 现在火神的一个赛车属性来说 确实不如其他两个赛车 对 看前面这个进到点 很关键先是千寻过去 明明已经过来 这边想干扰她云海 云海被撞出去了 非常漂亮的一个路线选择 云海这边撞到了第四名 但是千寻这一局还是很稳 这一个差距来说 可能又是一个 十一十之十的一个分数 对 这一局 千寻的十一分应该是稳住 但明明这个弯道 有点拖了呀 然后还是十一十十十的一个分数 双方真的咬得太死了 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比分差距 甚至说你想拉开三分四分都太难了 云海确实在赛程的后半段 最后一个劲道点 加上一个赛车的一个速度来说的话 确实明明的那个冲撞打得很漂亮 对 因为其实那个点的话 是因为明明她的一个路线 以其位置有优势 云海是在第二位 然后她第三位 凭借进道前的那个U弯 她拉近和云海的距离 然后在进入进道点的时候 在右侧直接把云海能够撞出进道 是的 那不得不说就这种冲撞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你说让云海怎么去躲 她也没有办法说这么窄的劲道 能够提前进去 对 害怕 这场比赛总害怕 万一像看过一样 对 来看一下起步 前行并没有寻求对抗 而是为了在起步的时候 找到一个更好的领先位置 对 这里宁清连续地撞墙 非常的尴尬 她现在着急了 然后明明就认识 牵贴到左侧 影响了路线 点了复位 转不过去了 但是她后续的一个 后追 后追太快了 她右侧云海那个走进道的时候 这里撞了一下墙 不然这把云海可能只能拿到一个 对 本来这一把可能会拉开两分的 如果千石不撞墙的话 陶渊剑阁 云海的记录23秒55 都选到了黑曜闪电 而宁清选到了天鹏 云海用到了极音战歌 云海选择了极音战歌 后续如果真的想打极音战歌的一个战术的话 人遇到探险和故人归罪 对 尤其陶渊剑阁 这一张作为相对较新的赛道来说 四星赛道 它的出座率也是比较高的 有时候用来拉分的话 其实会有提高 是的 来看一下起步 极音战歌 会不会受到一个针对 并没有想要 在领跑的时候做一个针对 但是云清这里一个路线飘移 可能是按得有点晚了 对 有点失误了 目前MV13的位置 一个左弯 其实明明会更加极限 但刚刚是被对抗出去了应该 是的 现在又是一个 RMGM的一个双人领跑 QG跟的还是比较紧的 点一下刹车 调整自己的路线 穿过树桶 两个快速突弯 现在变成两个梯队 RMGM是在前面靠着上去 但是我们看到 凌晴刚才的这个路线 调整回来之后 明明和凌晴两个人 依然是摇的摇死 这里前行也是差一点点 掉了下去 对 这样的时候 损失是比较大的 第二圈的比赛 一周上按键保持上人领跑 明明和凌晴这边上去拉近距离 很稳啊 这一局跑的 而且QG这边直接又闹了天童 意味着后面或许会去 但是他们刚刚是用了猎魂 猎魂和火神 所以后面还是可以 考虑莫高枯的 在车上这个差距 确实这场比赛 或许能够拉开两分 或者说三分的一个差距 下来先进了一个路线 WCWW的一个 最后一个弯道 最后一个弯道 1分23秒88 哎呦 这一下 比分或许被拉开个三分吧 这一局逃云剑格的话 就是因为前期也没有出来 然后RGM尤其是千寻 我觉得他今天这一几局的状态 太好了 就又稳定 然后又极限 在领跑位的时候也非常的稳 是 我们本来以为千寻今天 起不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个针对 但是没想到 他却成了一个顶梁柱 对 北海渔场的起步发挥 包括说反亚领跑 以及刚才桃圆剑格的一个 二号位的一个卡位啊 甚至说路线选择 都是一个求稳的一个状态 并没有说要跑一个特别极限 甚至说第二次我点刹车 可能会调整一下自己路线 但不得不说 我感觉今天从这几局的状态来说 宁清的压力好像真的有点太大了 对啊 而且宁清在第一个弯道的时候 感觉是有点紧张按错了 要飘移的时候没飘出来 这一场比赛 又是一个21分满分 我看到QG是拿到了一个16分 5分的差距 刚刚已经有好几分的分差了 这赛道确实富有魔性啊 对 刚刚分差应该是在3分左右 前四局 92比100 目前有个8分的分差 这8分还有两张赛道 我觉得对于QG来说 在这种对手面前 其实想要两张图拉8分的话 只能选一手非常抢分的赛道 就一张你必须得先拿一个大分差 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还是要考虑自己王牌赛道吧 这保火车 其实给到他们的使用程 也还有很多嘛 像是刚刚刚 追光者还有一次呢 其实追光者可能会留到 最后一局再去使用 先看看第二局的情况 因为《猎魂》 双方都是单局用过了 看一下刚才的起步 凝青在下一个弯道 你看小姐跳跃 但是按反了 还好其实回来了 没有说再去做一个调整 也是刚才明明错挑了 对明明 错弯道的时候 这千许有点干扰的 刚好那个位置卡到 其实后面也没有什么失误 就前期 一号公路 对 好像这样 米云海1分12秒63 这局看怎么选车 追光者 金钥之星魅王爵 双方用车还是有一定的 不同的魅王爵和金钥之星 对 但是第六局的比赛 两边都不想留车了 尤其对于QG这边来说 这是 他选到了非常强势的 对 QG这张赛道一定要保证 能够拿个两分 或者说三分 最后一张赛道 来个杀手锏 看一下这轮的起步 这个起步我所感觉的像是倍速播放 现在宁钥处在领跑位置 这把也是将追光者给了明敏啊 看前面这个蛇弯落地点的路线 比较顺利 都还比较顺利 千寻和明敏两个人 又是打成一团了 对 而且刚刚那个弯 云海的路线更好 出弯也很利索 但是一个右弯 这非常贴近了 魅影王爵和追光者两辆赛车 这里又是来一个对抗 这里这个弯道 云海过得非常漂亮 下来之后 赛街CWW延续上 飞跃点一个左弯 突然都在卡 哎呦别被卡到墙上去了 他甩尾 这一轮宁清直接掀出来 虽然说云海是有想法 卡一下宁清 但是这里并没有上来啊 而且现在云海调到了第四 在侧身点应该出现了一个失误 就像Jim来说 目前比分咬死就可以了 QG的双人领跑 这局应该可以拉回来一点分数 1分13秒17 这个程序非常快 这局一号公路QG 所以双人领跑 因为极章是宁清 她是真的从起步一开始就领先出来了 对 这局比赛 还是云海想要寻求与宁清的一个对抗 而且 宁清在最后的 就是那个 延续木板下去之后的那个桥上面 那个调整非常快 并没有受到云海的影响 而是云海 下调之后的一个侧身点 自己出现了一个小区之后被抄了 追回来一点分数 意味着QG还有机会 在最后一张赛道上面 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尤其是这个赛季 赛季的改变嘛 她 才能有一个多加赛的情况 一旦地狱六分的话就很危险 骑过 云海 幽力过目 有点太靠右了 是的 然后宁清一直都出去 路线也很好 明明这个位置刚好挡不到的千学 也是因为刚才的一个路线不好 云海 看一下后面的一个 这个弯道过了是非常完美的 这里 有明明在后面 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边还有千询 看一下六分 最后张赛道清明春 五星的赛道 目前是QG凝清 1分13秒75的纪录 火神 黑药 天鹏 千询也 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本命 黑药闪电 他之前打破了这个赛道的记录 就用的就是黑药闪电 所以他还是相信 这个赛道依然选择了黑药闪电 对 目前来说 RNGM还是一个 比较领先的分数 清元春想要追上五分 甚至六分 还是有一点难 对RNGM来说稳住 减少失误就可能 火神在右侧 中间的是云海 没有淡气 只能多飘一下 还卡到了后面的宁清和天学 但是明明现在已经走得比较快了 看来明明 这局一定要稳住拿到一个十一分 而且一定要赌后面千询的一个失误 才有机会把比较追上来 对 这一局对RNGM来说就是没有失误 比较完整的 过得并不是特别完美 还有点卡 等一下云海有点失误速度并不够 出局感到了双人领跑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不够啊 所以QG来说一定要再拉开很大的声声位 对 目前六分的分差 四位声音的距离差的不是特别多 这个刹车 调整一下 但是云海还并没有受到干扰 而千询也上来了 这一次的进攻 宁清损失比较严重啊 对 宁清这个下车 自己损失太大了 本身处于QG这个双领袍 目前宁清还得追上云海 主要是因为这个差距太 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充现的话 QG还是不能够 把比分拉拍开 最后一个弯道想要撞上去 但是云海选择 求稳的一个跑法 选择走后面 但是云海又上来了 一个侧身没有氮气 明明先充现 但是云海和千询 还是恭喜 Iron Jam先拿到 2位2竞速赛的一个胜利 对 这个真没办法了 最后一个弯道 宁清细节满满 但是云海就跟一个预言家一样 直接选择走后面 我只要赢 他那个劲到点 其实我觉得真的 不知道海哥是怎么想到的 可能后视镜看到的吧 确实最后这个弯道 让我们感觉啊 就是神仙打架 总是真正的要快你一步 才能够胜你一步 而且就是 总是能够出人意料 可能我们并不知道 这边会宁清发起攻击 但是云海偏偏就走了外侧 他想到了 因为你刚才那个刹车 就已经有那种 想要对我冲撞的想法 但是很遗憾 还是恭喜Iron Jam 虽然说这把 拿到了一个18分 但是QG 大比分还是落后于Iron Jam 刚刚这一期天元称QG 也是拿到了20分 Iron Jam是拿到了18分 怎么来说 还是拿回了两分 总的来说 今天千询的发挥 我觉得起码得给10分 对吧 千询今天状态真的很好